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本赛季NBA进入休赛期 在凯尔特人拿到总冠军后 东部很多球队都在蠢蠢欲动 准备打破凯尔特人一家独大的格局 而西部这边 过去一个赛季 对于胡人 快船 太阳 勇士这些豪门球队是失败的 占独库的统治力在下降 而越来越多的黑马崛起 则让整个战局更加混乱 眼看选秀大会和自由市场即将开启 NBA很多球队开始出手交易 首先尼克斯用八个筹码 换来了篮网的布里奇斯 篮网在赛重新决定卖掉球队后 确定未来几年进入百烂周期 而尼克斯则一跃成为 东部凯尔特人最大对手 明记外报道确认 为了继续提升阵容实力 尼克斯用柏阳加25年首轮签 加27年首轮签加29年 首轮签加31年首轮签 加28年选秀 互换全家25年次轮签 从篮网得到布里奇斯 加一个26年次轮签 其实就是包含了 五个首轮的二换八 这种级别交易的震撼程度 丝毫不叙色于此前杜兰特 戈贝尔的交易 当初杜兰特和欧文的711组合 自说自话的布鲁克林 没能成功后就申请离队 拍拍屁股走人 让他们饱受诟病 殊不知 蓝网虽然没能取得想要的成绩 但在送走杜兰特的交易中 却赚了个盆满钵满 如今KD的交易函量还在上升 还记得当时太阳碧7公寓1给出的筹码吗 那可是布里奇斯 加皇中卡梅隆约翰逊 加克劳德正次首轮 如今布里奇斯又换了五个首轮 克劳德换了五个次轮 等两代换后 相当于杜兰特换了 卡梅隆约翰逊加八个五保护 首轮加一个受保护首轮 加两个首轮互换 加三个次轮 蓝网车底摊牌了 不装了 就此开启摆烂囤机天赋之路 之前布鲁克林 在任清布里奇斯虽然优秀 却不足以成为持球大合的现实后 蓝网管理层的想法也在发生变化 现在他们把责任都推给了大乔 表示我们不想交易 是布里奇斯推动了自己去纽约的交易 一了百了 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 而布里奇斯本赛季场局 19.6分4.5蓝板3.6助攻 82场全勤 这样一来 尼克斯及其勒斯为维拉诺瓦大学校友 布里奇斯加布伦森加哈特加迪文森佐 而这四人 曾经一起在大学时期帮助维拉诺瓦 拿到过NCAA总冠军 从上赛季开始 哈特包括布伦森都多次希望布里奇斯加盟尼克斯 如今变成现实 布里奇斯的交易被保管后 热火中封阿德8月评论稿 布伦森 哈特 你们都在违规招募 对此 哈特回复道 让我们安静地庆祝吧 布伦森则回复阿德8月 写道 放轻松了 哈特还发退 youyou at布里奇斯 你最终加入我的行列了 哈特还是爱出尼克斯中将与布里奇斯的视频电话的画面 布伦森 布里奇斯 哈特和迪文勤佐都咧嘴大笑 未来诺瓦大学夺冠成员在尼克斯重聚 布里奇斯本人发推写道 这很疯狂哈哈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布里奇斯曾现身评论区招募哈特 来来往吗 哈特的回复 哈特布里奇斯 你还好吧 如果他们把你扣为人质 只要眨眨眼 我们就会救你 如今布里奇斯却成为了尼克斯队的一员 关键火箭还在这个节骨眼上送来了助攻 航天长把此前在哈登 交易中得到的25年和蓝网的首轮互换权 26年首轮选秀权还了回去 得到了蓝网给出的 2027年首轮来自太阳 2025年和太阳首轮互换和2029年和蓝网的首轮互换 表面上火箭还赚了一个首轮互换权 但说实话这东西得看年份 哪一年如果自家的首轮顺位比对方高 那这个互换权就一文不值 如今蓝网谈牌要摆烂 25年和26年的首轮顺位肯定高 火箭总经理斯通也是场面人 这点难道不知道 肯定是双方提前商量好 火箭才会送出这样的助攻 而尼克斯这次试真的把全部的明天都给压上了 2023二次赛季没用首轮就得到阿努诺比的神奇操作攒下的家底 都用在了索哈德到布里奇斯的交易中了 属于能量守恒了 而且尼克斯管理层表态了 虽然得到了布里奇斯 但不代表他们会白白放弃 已经成为完全自由球员的OG阿努诺比 但按照妹妹分析 尼克斯封线和将阿努诺比确定是水自由市场的情况下 尼克斯换来布里奇斯 包括接下来有可能进行关于兰德尔的交易 目标十三琳琅的唐斯 阵容实力不将反增 在新博度手下 全渊的出秦率和身体状态失败在第一位的 而阿努诺比很有可能从自由市场上得到军心 3000万美元到4000万美元的报价 尼克斯很难留住他 蓝王在送走核心布里奇斯后 已经却定进入重建期 年轻的托马斯能得到充足的成长空间 其实大冰果城的态度很明确了 布里奇斯加阿努诺比 遮阳的封线大扎组合是对账面实力 攻防两端的全方位升级 对标的就是左右双坦滑的新科总冠军凯尔特人 如今布伦森得到了这么强力的帮手主权 新赛季的尼克斯注定是要干一番大事业的 另一方面 生涯全勤的铁人布里奇斯遇上了动作 让主力球员打满全场的铁帅锡搏度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当然这里再来聊聊火箭和篮球的交易 斯通是不是场面人不知道 但他一定会有后手 蓝王拿回了属于自己的25年首轮护换全家 26年首轮签 方便未来摆烂 而火箭得到了25年和太阳的选秀 全护换加27年太阳首轮 加29年和蓝王首轮护换全 火箭此举容易明显 一旦太阳进入百烂重建期 那火箭手中的太阳首轮签就无限升值 关键点就在这里 火箭手握太阳的未来筹码 准备继续收集首轮签 目标只指挪兰特 太阳老板多次表明他们未来继续围绕三具投建队 但是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火箭总经理斯通确认 球队从下赛季开始进入营球模式 他们希望增加一位A加级别的球星 随后外野报道称 火箭收集首轮签的目的是想要交易得到太阳前锋凯文杜兰特 不过 太阳已经表明他们现在想要留下杜兰特 但情况有可能发生改变 这比交易的大成 让火箭至少可以给出太阳未来想要的多个首轮签 火箭队认为 如果他们届时能归还太阳队的选秀权 那么收购的兰特将容易得多 我也还补充表示 火箭队拥有2025年与太阳的首轮互换权 2027年太阳的首轮签 根据情况最终有可能转换成2029年太阳队的首轮签 如果太阳队免临拆队重建 火箭也会处于追逐德文布克的最佳位置 当下来看 太阳还是在努力赢球的模式下 此前 据选秀专家Jonathan Givany和HoopShark报道 多位球员成为火箭关注的目标 被提到的名字有7个 分别是多兰特 巴特勒 弥卡尔布里奇斯 尹格拉姆 大罗佩斯 司马特和乔治 此外巡鹿的大罗佩斯已经被摆上货架 按照修斯顿媒体分析 火箭可以用亚当斯加兰戴尔加二四年此轮签 来自勇士报家大罗佩斯 升级内线 给神经和小假作导师 此外火箭原本希望用今年的烫花签向下交易 换汇兄的九号签加斯马特 但汇兄对此没有太大兴趣 尽管妹妹都在分析火箭准备全力报架杜兰特 但用太阳随对记者甘巴德罗的话说 这就是个笑话 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是零 在我看来 杜兰特需要想明白一点 太阳有没有夺冠机会 答案显而易见的情况下 就看杜兰特自己愿不愿意去火箭拨一把了 最后其他消息 老鹰准备拆队重建 忽人瞄准特雷扬 明吉菲斯车报道 包括ESPN也确认 老鹰准备在今下全力兜售球队 包括后场和新特雷杨加穆雷 以及内线的卡佩拉 而已经对特雷杨感兴趣的球队 包括马斯加提护加胡人 从此前的消息来看 胡人原本接近得到穆雷 但是胡人屡次三番拒绝拿出李福斯 而胡人其他球员从年龄和成长上线来看 明显没有更高交易价值 提护准备卖掉英格拉姆 为西安找帮手 马斯想给文班亚马找个搭档 能给出的报价都比胡人高 此外随对记者不还透露 胡人原本再去年就有机会得到欧文 但是老板和管理层都喜欢李福斯 不愿意放人 正愿让独行侠本赛季打入总决赛 而活赛和新康宁汉母有望 签下五年价值2.7亿美元顶新合同 奥尼尔正式取悦太阳 胡人还对达洛佩兹和沙梅特感兴趣 快战方面拒绝给乔治四年合同 虽然乔治今下首选还是希望留在快船 而他进总决赛的独行侠 也准备圣机阵容 小哈大卫很有可能被送到活赛 英格拉姆离开提户倒计时 提户不愿意给英格拉姆一份顶新续约合同 预计自由市场开启后 提户会有大动作